民進黨提名了一位 首舉台獨萬歲的總統候選人 昨天 台獨萬歲 今天為選舉 他可以說他是務實台獨 同樣的 民進黨 提名了一位堅決的反核者 他在2019年 帶著大家上街頭 高喊 核電歸零 今天 可以說是機組在緊急的時候 可以重新使用 從頭到尾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不管台獨 不管反核這兩大神主牌 在民進黨的眼裡 就是騙票最好的手段 大家都知道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法官更是司法的 最重要的守護者 但是民進黨可以不顧 民主政治 不顧 司法正義 就地分章 讓所有的大法官 全部要變成綠油油 這是台灣民主的悲哀 全世界 民主國家 極少見 會有 全部的大法官 由同一個政黨 同一院總統 全部由他來提名 民進黨不但這樣做 更悍然的 全部都用綠營的朋友 直接 來提名 清綠的 不管 他是太陽花的律師 或者是 卡管的 教授 或者是充滿 爭議的 法界的人士 以及 清綠的 這些法官 都 成為綠營提名的對象 不單國民黨批評 社會大眾 法界人士 都看不下去 高雄市 第三選區 提名 李梅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像光一樣 讓我們跟李梅真一起勇敢前進 張碩華 鬥蒜 張碩華 鬥蒜 李梅真 鬥蒜 李梅真 鬥蒜 勇往直前 高票 當選 加油 鬥蒜 李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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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梅真